美国政府一个月内二度对台军售总价约三亿六千零二十万美元 约核心台币一百一十六亿 包含两款攻击型无人机 总统府国防部纷纷表示感谢 因为对宝岛防御有如大补丸 不只能轻易发射 而且时速九十六公里巡航十五分钟 内建摄影机和GPS锁定敌军目标高空俯冲轰炸 美国售台七百二十套 这也是正被乌克兰军队使用在战场上扭转局面的自杀无人机 至于反装甲无人机 Otius 600MV不论是续航时间或航程距离都比弹簧刀三百更强 可由陆海空多元载台发射 支持监视情报与侦察等任务 总共两百九十一套 经过乌军实战验证有效提升防卫部队的反装甲火力 势必能强化台湾自我防卫能力 美国一波波军援对线官员挺台承诺 要中国不要轻举妄动 三立新闻杨俊宗报道